这里就是比安徽九华山肉身佛还要多的山西棉山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它们居然藏在海拔2000多米的上面 一座不起眼的小寺庙里面 肉身佛数量居多 堪称聚今为世界罕见 它们全身都是泥塑包裹 千百年来依然保存完好 整体的肌肉骨骼就连经脉都毫发无损 悄悄的告诉您 据说呀 里面有一尊的指甲呢 到现在还在生长 关注墓子 今天呢带大家进去看看 是什么样的高僧如此厉害 据说里面最出名的那一尊呀 就连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对他呢 都念念不忘 走吧 听到了吗 这就是上面的铃铛传出来的声音 是不是特别的好听呢 每逢庙会和吉日 在宇峰寺里许购院的闪然信女们 便会请来专业的人士挂灵还愿 相传在唐针关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的三六八年 陕西大汉 唐太宗李世民 向高僧田智超求雨 果然瓢泊大雨 轻盘而至 旱灾解除 唐太宗未敢高僧解民倒玄之恩 特意命能工巧匠 打造了一口铜铃 又于浓烈的三月时期 也就是田智超高僧承道的日子 在文武大臣的护送下 赶往了绵山 请当地百姓来帮忙 将铜铃呢 挂在报复崖的崖壁之上 从此报复崖挂灵还原的习俗呢 世代相传 成为绵山 一决演戏至今 您看这么多密密麻麻的铃铛 得有多少人达成了心愿呀 现在大家呢 可以在心中默念一个愿望 在这里呢 牧子也祝福大家能够心想事成 咱们此时此刻 可以把心想事成打在评论区 走 咱们赶紧去看看那位高僧吧 这古人真是不容易 当年修行的高僧 跟潜称的乡客呢 想要上山 都要在呀 这几个锁链上攀爬上去 据说一千多年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 真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信念 在支撑他们 给了他们这么大的勇气 可能人生呢 就是一场修行 每个人呀 都要在精力中成长 在困境中坚强 我们现在呢 不用从这里上去 在前面有个战道 在雪崖峭壁之上 据说胆子小的 别说上去了 看上一眼呢 都会双腿发软 哇快看 这也太高了吧 上去还真需要足够的勇气 为了大家能够看到 更加精彩的内容 欣赏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今天木子呀 也豁出去了 咱们继续晚上趴吧 我的天哪 这双腿实在是发软 就是那种感觉 苏过电一样 双腿发软 要是不为了 让你们看这更好的风景 说啥我也不登这呀 因为孔高非常严重 朋友们啊 它这个是在一个 雪崖峭壁中间 修的一个战道 大家快看一下 又高又险又峻的 害怕 但是咱还是继续走吧 不然的话 爬不上去 看不到更好的风景 走 哇终于上来了 站在最高处 下面足足有三百多米高 您看下面的行人呢 还没有一只蚂蚁大 所以说呢 真是太害怕了 果然是站的高 看的风景 它就是不一样 咱们继续往前走 穿过这条挂壁小道呢 就到了 大概也还要走上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们走在这个路上 大家看一下 上面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呢 这都不算什么 咱们往下看 下面呢 就是万丈深渊 看到那个路没有 那个我是真的不敢走 就在前面 那座不起眼的小寺庙里面 藏着十二尊肉身菩萨 咱们进来之后呀 您看 这十二尊呢 都是真身 他们是如何历经千年 还能保存完好的呢 在那个动乱年代 寺院的僧人啊 都纷纷离去 留下了老方丈 在他离开之前呢 把那些真身 隐藏在了山洞里面 用树枝遮挡 洞口呢 用乱石封住 这一藏 就是七十多年 就是当年鬼子 来到这的时候呢 由于山高露斗 他们累的是筋疲力尽 这些金刚之身 才幸存下来 直到 李金索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发现了 泥塑上的泥台松洞 一整片都掉了下来 除去那个泥片之后 塑上的头骨呢 就露了出来 千年的金刚不坏之身 才重见天日 真相随后被公众于世 寺内的十二尊塑像 表面都是泥塑包裹 从脱落的泥皮 可以看到 陈旧的麻布僧袍 塑像的骨骼 经脉赫然呈现 他们的身材 有高的 有矮的 有胖的 有瘦的 容貌表情 就连眼神都栩栩如生 各不相同 甚至从外观就能看得出 他们每个人的大概年龄 他们历经千年 仍然保持 远界式的 原始状况 实处罕见呀 这里呢 一共是十二尊 还有三尊呀 在另一个洞里面 现在墓子呢 就带着你们 赶紧去看一看 唐太宗李世民 为什么对他念念不忘 咱们上来之后呀 您看 这位就是空王佛 田志超 他为汉人成佛第一人 也是绵山县村十五尊 真身舍利佛中 历史最为久远的一尊 旁边这两位呢 竟然是舅舅跟万圣的关系 在以前上山的铁锁链呢 竟然是他们修建的 实在是了不起呀 这位塔兰祖师的 指甲现在还清晰可见 据说作画的时候呢 他的指甲 在一定时间也 还在继续生长 是怀德的真身 脚骨呢 还依然裸露在外 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位秀才 那么这十五位佛像 为何可以千年而不复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佛法高深 修成了正果吗 当然不是 据说师父们在入灭前 僧人们都要打坐 通过壁骨 只吃野果 和一种特殊的草药 一段时间后慢慢进食 一切食物呢 都不吃了 仅仅呀 饮用圣水 再经过一段时间呢 将体内的污秽物质呢 排泄干净后 逐渐减少饮水量 直至滴水不进 最后自然停止呼吸 使体内的有害物质和水分耗尽 缘济后 还会用烟熏干水分 并且消毒处理 就能够达到长期不腐不败 筋骨不断 身形不朽 灵气不散 最奇怪的是 还有一位幼童 圣儿聋哑被弃 就是这位是师贤 戒修人 后来被本寺的僧人 收为徒弟 逐渐恢复了语言的能力 在寺院练就了智雅的奇数 唐长庆四年 为本寺住持 会称二年缘济 据传有哑同祈祷 当时呢 其落泪承担 佛后也会说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定要心存善念 心存感恩 关注墓子 带您走遍中国的大号河山 这里就是古代四大美女 杨贵妃的墓 一代帝王 唐玄宗 三千家里都不顾 只宠她一人 当千年后 专家打开杨贵妃墓的那一刻呢 现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 虽然经验丰富的专家 都惊讶不已 悄悄的告诉你 在当地这里呢 还流传了一个传说 说杨贵妃的墓 那个封土呀 能美白 观众墓子 今天呢 带您走进杨贵妃墓 去一探究竟 出发 据说杨贵妃死后呀 就埋在了这座坟墓当中 当时这里呢 还是一个土坟 据说刚下葬不久呀 外面的封土呢 就慢慢的变成了白色 说呢 还会发出一种奇特的香味 被后人呀 称为贵妃墓 这又是为什么呢 相传在这附近呢 有一个园外 而且呢 他们家有个女儿 长得是又黑又丑 这老大不小了 还没嫁出去 这有一次呀 这个听说杨一桓呢 长得非常漂亮 心里特别的不平衡 于是呢 半夜跑到这里来哭 结果他哭着哭着 把哭累了 而且在这就睡着了 第二天 醒来之后呢 就回到了家 回到家之后 脸上沾满了风土 然后就洗了一个脸 谁知道在这个时候 脸上大变样 变得是又白又美 那么很快呢 当地老百姓呀 就听说了 说杨一桓这个坟上的风土呢 有美白的奇效 后来几百里地以外的人 听说了之后 都要来到这个地方 抓上一把风土回家 当成面膜去敷 结果呢 导致杨一桓的坟墓 这个风土呢 越来越小 所以后来呀 为了保护文物呢 就用青砖给他垒了起来 现在墓穴里边 只剩下一观众 都说唐朝以胖为美 这里呢 有一幅唐朝的侍女图 您发现了吗 她们呀 有个共同的特点 不光人长得非常风云 而且呢 衣襟呀 比较靠下 墓子都不敢这么穿 其实呢 这也代表了唐朝女性 清新的思想观念 地位和自由 那么宫女都这么时尚 一个晒一个胖 一个晒一个漂亮 那么阎国飞 长得什么样呢 咱们呀 赶紧看看去吧 走了 看这就是杨贵妃的雕像 这也太漂亮了吧 身高1米64 体重138斤 樱桃小嘴柳叶梅 难怪当时 李隆基和杨一环 二人是日日升歌 在爱情中无法自拔 而这让一代帝王 是严重分了心 甚至开始不理朝政 逐渐脱离了政治中心 无法掌控局势 暗室之乱爆发之后 李隆基协同杨一环 杨过忠等 在太子李亨及武将陈玄礼的掩护之下 开始了逃亡之路 他们到了马维坡的时候 李亨和陈玄礼带领重将士 逼迫李隆基必须赐死杨一环 还有杨过忠 他们才肯出兵战安路山 为李隆基夺回江山 李隆基虽然宠爱杨一环 但杨一环在江山面前 是显得一文不值 那么李隆基就下令杀了杨过忠 及其杨氏的义干人等 并且逼迫杨一环 自溢于马维坡 如此风华绝代的杨一环 就此烟消云散 终年38岁 杨一环从小擅长歌舞 通晓音律 长得是貌若天仙 性格温柔似水 当场被选中封为寿王妃 婚后非常的幸福 但是她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被她老公公给看上了 于是找了个理由 让她去出家 后来让她又还俗 之后战为己有 杨一环传奇的一生 能让一代帝王如此着迷 但是千年以后 当专家打开幕的一刹那 竟然当时全都愣住了 他们只见到了杨贵妃的衣冠种 而且尸骨却荡然无存 作为唐玄宗最爱的女人 在墓中居然没有任何的基因珠宝 但是还有一种传说 当年杨贵妃根本就没有刺死 而是避人耳目 逃出生天 定居在了异国他乡 在日本有个巨星叫做山口百会 就曾多次说过 她是杨贵妃的后代 观众目子 下个视频带您走进活死人墓 这里就是登一次就少一次 看一眼就少一眼的千年玄空寺 也是金庸笔下的空中楼阁 便利天下的学侠客 说自己到了这里之后 都需要鼓一鼓勇气才敢攀登 并评价为天下巨冠千年古煞 更是让诗人李白上去之后 看了一眼 下来不尽感慨 写下了壮观两个大字 但是他觉得也还不够 于是就在壮色旁边又加了一点 玄空寺在1500多年前 没有现在的高科技设备 那么古人是如何修建出来 让世界都为之震撼的建筑奇观 观众目子 今天就带您登上千年的玄空寺 一起去看一看 走吧 玄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5年 也就是公元的491年 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 总长约32米 楼阁电宇40多间 平均一间房屋都不到一米 但是里面那是一应俱全 我们所熟知的释迦牟尼 孔子 老子 关公 甚至吕洞宾 天鹏元帅 猪八戒 他们都在其中 玄空寺是佛 道 儒 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所以避免了千年来的人为破坏因素 玄空寺的整体设计 它就是像一条龙了 那边是龙的头 还张着大嘴 中间那里它是龙身 上面这些飞檐翘角 它就是龙林了 最后就是龙尾了 那么这个宿有玄空寺 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掉的说法 在这1500多年的历史当中 经历了数次大小的地震 那古人是用什么方法 训练出来的呢 咱们继续向上走吧 玄空寺整体分为南楼和北楼 南楼高是三层 长约8米快4米 北楼高三层 长约7米快为4米 中间呢以长约10米左右的长线桥相接连 哇塞咱们从这就登上这个弦公寺最高端了 你看这楼梯吗 比我脚还窄 实在是有点害怕呀 放眼望去 你看这一排排碗口醋的立柱 怎么可能撑起十多吨的房屋呢 可别小瞧这些柱子平时呀虽然不怎么受力 但是呢 他可以给那么少年的游客呀 一些心理安危 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呢 还能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 那么玄空寺到底是谁建的呢 你看在这里有四个字 公书天桥 公书指的是鲁班 鲁班机姓公书是明班 成就战国时期的鲁国人 他出生于世代的工匠世家 从小学习了很多土木建筑的技术 据说手工的工具 袍子 鳍齿 木刀等等呢 都是他发明的 那么鲁班呀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了 玄空寺呢 有一千五百多年 所以玄空寺并不是鲁班修建的 这四个字呢 只是用来形容玄空寺修建巧夺天工 因为鲁班是土木建筑的鼻祖 所以呢 在古代的很多厉害的建筑当中呢 找不到修建者 就愿意说是鲁班修建的 玄空寺呢 还有一段佳话 据说当年北魏孝文帝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位神仙 在悬崖峭壁上就建了一栋寺院 在里面修行事半功倍 孝文帝醒来之后呀 就命天下的工匠呢 集思广益 在悬崖上建寺庙 众多工匠呢 都束手无策 眼看工期将继 大获临头之时呢 就有一个路过的老和尚 指点迷惊 你何不把寺庙 想象成蜘蛛网呢 在悬崖上凿出洞眼 把飞梁想象成蜘蛛的腿 深深插在洞中 工匠们突然恍然大悟 开始修建楼阁大殿 达到了孝文帝的要求 玄空寺的千年不倒之谜 首先是它的悬址 咱们把无人机飞上去呢 您从上往下看 你根本看不见房屋 它的整体呢 都镶嵌在了悬崖上的凹旋位置 它就像是一把天然的大雨伞 笼罩在了整个殿雨的上方 而且在下雨的时候呢 雨水呀 也不会流到殿雨里面 两边都是高速的山峰 所以呢 只有在清晨的阳光 才能照在大殿上 夏天时长不会超过三个小时 冬天呢 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这样能防止把木材晒裂 还能除去木头中的湿气 其次就是选材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木材 是当地一种铁山木了 它本身呢 非常的坚硬 还有一点就是油性比较重 在修建的时候呢 每一个部件都用铜油呀 浸泡过 起到了防腐 防住 防风化的效果 您仔细看一下 这么多年了 还是光滑坚固如初 最最重要的来了 那么悬崆寺 怎么解决受力问题呢 看这里 这里有个石槽 就是古人在建的时候 他们把绳子绑在腰上 从上面再掉下来 在雪崖峭上呢 开凿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石槽呀 它是个四四方方的梯形 在木头一端固定好了之后呢 有一个木靴子 再将横梁用外力撞进去 和现在膨胀螺丝呀 它是一个原理 那么在古代 就能想到这么厉害的方法 实在是太佩服他们了 这些木桩呢 大概插入山体的三分之二 外面留有三分之一 这就相当于现在 在建房子的时候呢 打好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地基 而且呢 所有的横梁呀 都是微微向下去倾斜的 这样的方法 建出来的房子呢 都是外面高 而里面低 当很多人走在上面的时候呀 人再多呢 他也非常的平稳 木子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玄空寺最顶部了 也是龙头的位置 我替您摸摸龙的头 祝您一辈子不用发愁 那边呢是龙的尾 祝您顺风又顺水 大家可以把顺风顺水 搭在评论区 玄空寺呢 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空中楼阁 处处都是显得那么迷你 在全国来讲 也是我们唯一一个 能触摸到1500年前的斗拱了吧 每一块呢 都各不相同 层层摇合在一起 当遇到剧烈摇晃的时候 就像减震器一样 而且呢 依然平稳 这技术在千年后的建筑呀 都依然在使用 玄空寺每一个细节 都做的这么完美 您看这彩绘吗 以前500多年了 还没有褪色 因为它呢 都是天然的颜料 那么玄空寺 就算是再过上几百年 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真的很佩服古人的智慧 关注木子 下个视频 带您走进千年的映线木塔 这种類型的 还能够 没事